兄弟组的创意非常好笑 他们准备做一个点赞拇指 这样火箭升空的时候是点赞 降落时就会变成点踩 他们这个创意在本场比赛里可以说是无敌 但大拇指的造型简单 甚至没有设计故事的空间 并且还要想办法满足比赛的要求之一 NPU零件妙用 他们的大拇指的流线处理得很丝滑 见缝插针地融入了很多NPU进去 比如手指之间是白色的滑雪板 侧面位置用了一个很少见的零件 乐高大电影中独角猫的尾巴 下降的时候嘲讽效果拉满 这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拉满 机油组准备做一只太空鲨鱼 两侧配置了很酷的激光导弹 但因为在规定的350克重量上 超了9克 所以不得不拆除导弹 改成了激光炮 一个小宇航员飘在太空鲨鱼的前面 试图逃生 火箭发射后就会看到 宇航员先是向上跑 然后向下跑 NPU方面 蓝色激光炮的尾部用的是 Vespa小摩托车配件 他们希望看到宇航员 先是完好无损的逃生 然后在落地时被鲨鱼一口吃掉 虽然模型在弹出降落伞时 截体了一部分 但宇航员完好无损 剧情也走向了他们期待的结局 长发小哥组要做一个 被绑在火箭顶部的鸟人 他们的铃剑妙用 就是用布料材质的人 在斗篷铃剑做羽毛 这样能大大的缺减重量 鸟人被绑在火箭顶部 身上的羽毛被风刮得瑟瑟发抖 还没等降落伞弹出 冲天的一瞬间 鸟人就分头行动了 圣诞组要把整只火箭补充完整 在火箭的头部做一艘火箭飞船 NPU方面 他们采用了网球拍零件 做成了引擎口 降落伞弹出的时候 火箭也被绷走了一部分 剪灰才发现 是宇航员人载不见了 厄运组要带一支航空杂技队 队员们穿着小机服螺旋升空 但是拿到衬上 沉重的时候 Breakman觉得他们的成品过于简单了 然后又被告知 和长发小哥组的鸡人创意状提 他们准备在模型中间夹一颗蛋 将模型主体变成鸡蛋人 这样既不冲突故事 也能补充设定 只是他们的鸡蛋做得非常的抽象 火箭升空过程中还很坚固 直到降落伞弹出 鸡蛋人被打碎的倒数都是 只剩下周围一圈杂技队的小鸡人载 来到了最后的评分阶段 大拇指拿到了额外的创意分 但因为没有故事 与冠军无缘 满足故事 美学设计和NPU标准的模型 分别是葡萄哥的老鹰 和鸡油组的鲨鱼 但因为老鹰在半空中碎了 所以冠军给到了鲨鱼 下一场比赛里 他们可以有半小时 求助Brickman任何的技术问题 下一期 乐高GBC大赛 可能连乐高创始人都想不到 有一天乐高会进化的这么离谱 你一定看过这种运送小球的视频 乐高GBC 国内被叫做工厂流水线 不过纯机械有点朴素 让大师玩家给他们加上 一点故事和细节 今天学生们要搭建一个 美学和技术兼备的乐高GBC 10小时比赛结束后 所有的管道都会连接在一起 上演一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乐高GBC 乐运组的金发姐Gaby 设计了一张非常恐怖的草图 其他纸板做成传送带 小球从传送带上上去 走过钢琴键 他们把车轮零件传在一起 然后电机控制杆转动 就做出了突轮结构 上面再放上钢琴键就可以实现了 听起来很简单 但真正落实到测试上 才能看见问题 经过几小时的调整修改 就有了下面这一幕 但目前只有琴键部分顺利运行了 想让小球完成从A点到B点 还需要解决两端的机械 结果问题又出现了 末端的履带很难抓起小球 不正确实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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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其他计划不上钢琴键 而不是这一幕 因为它是在一个角度 可以我们直接把这个角度放在一个角度上 有 接下来再拼好吉他 就完成了最初的草策了 但在最后倒计时的时候 因为前面没有倾斜角度 小球突然卡在原地不动了 还好在最后关头又跑通了 但也就是说在流程上是有概率失败的 小球模拟成一个音符 沿着电击他的纸板上升 掉入钢琴的琴键上 再爬到钢琴的底部 从末端的洞流走 进入下一个小球世界 整个流程杰作优雅临动 轨道设计充满了奇妙的创意 令人供判 下一期 看到这个画面是谁的DNA动了 这回玩弹球机的孩子长大了 用乐高做了一个弹球机 今天大师们要做一个乐高GPC 让小球以各种天秀的方式 从A点跑到B点 限时10小时 兄弟组准备创造一个 本来就属于小球的世界 弹球机 小时候危机课的断网霸主之一 就是这个三维弹球 玩过这个游戏的都知道 小球是有概率直接从中间溜走的 如果球刚放下来就溜走 那整个机器就变成一块单纯的大斜坡 他们的用专量超大 整台机器和现实中的弹球机 近乎1比1 前面还有输入小球的履带 履带上的小飞船不停往返 游戏面板上设置了弹球杆 碰撞杆 以及很多障碍物 试图让小球在弹球机里停留更久 最后小球会掉入履带 跑进下一个作品 弹球机的色彩和线条 处理得非常干净 就创业来说 弹球机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小球非常配合的 在弹球杆上弹了几下 风神这个词我不常说 但这段真的是太棒了 机油组把乒乓球设定成一只失控球 从建筑工地跑进城市里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他们上半场中 迎下了本季目前最有用的特权 半小时的Brickman技术咨询时间 之前什么提前选图 提前搭建的特权都太弱了 他们此时需要一个能转动的塔吊 于是使用了特权召唤Brickman 虽然不能直接用Brickman搭好的东西 但他们可以照着复刻 就这样30分钟后 他们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小塔吊 机油组的成品 这可能是我目前看过 故事性最好的GBC 工地吊机掉落了一颗大球 球不小心滚上了传送带 溜进了城市里 球在街道上像无头汤蝇一样冲撞行人 最后掉进了一个没紧盖的地洞 滚进了地铁里 然后通过地铁站的自动扶梯 离开了这座城市 故事结构很紧凑 顶级巧思 完成度极高 忘了说了 因为他们是上一集的冠军 手里有钛金砖特权 所以他们本来今天就算搭火柴人 也不会被淘汰 但依旧做出了自我超越的成绩 下一期 胡子哥准备做一个游乐场大炮 人仔们将小球发射出去 打在对面 小丑的脸上掉入网中 看过前面奇数的都知道 胡子哥是不擅长机械的 他们这次给了自己很大压力 小球要从两个急速转动的轮子里弹出 一次性触发 问题就是这样每次落点的位置都是不一致的 他们做了一个把球送入转轮的机械 想要固定起点 从而控制落点位置 但我认为转轮前方加一个弹道装置更精准 Brickman也认为弹射是全场最不靠谱的方式 但高风险高收益 如果成功也将成为比赛的绝杀 经过几小时的修改 他们的测试终于跑通了完美的效果 前不久挫败了胡子哥的比赛爬钢锁 也是以两个轮子为基础驱动的 这一次胡子哥能用轮子卷土重来吗 圣诞组准备在两端管道之间设计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 两边靠传送带完成机械要求 但传送带是比较简单的机械装置 GBC挑战里只用传送带 相当于法师平A大团战 其实他们的高尔夫球手是一个很有亮点的想法 但直到他们交卷也没能让球手动起来 静态的人物加上又干又长的传送带 最后呈现实在是有些白给 有一组也是全场最不擅长机械的队伍之一 因此用的也是传统GBC的履带 他们明白机械过弱就要靠故事取胜 他们把小球设定成一只失控的肉丸 设计一个肉丸穿过大型生产线的冒险故事 动态部分有切肉丸的厨师 和一根将肉丸打进传送带的叉子 一只肉丸穿过机器来到了流水线 被厨师切碎后和其他食材搅拌在一起 进入大锅里烹煮 最后打拔完成送到顾客的面前 一些身为机械抢者的骄傲 让长发小哥组成了全场唯一没有使用传送带的 他们准备要搭一个风车 把球摇起来放进云里 但刚开始的失败率有点高 小球摇不起来 经过无数次的调整 终于达到了90%的成功率 荷兰风格的风车农场里 人们骑着自行车 路过了牧羊人的羊群 小球会游过小溪 然后由风车摇起来 最后送上云端 进入下个作品 进入本季的冠军评选阶段 胡子哥的弹球发射和厄运组的钢琴进入备选队列 最后胡子哥凭借高风险和高难度的操作拿下了第一名 同时也很没有悬念的淘汰了圣诞组的高尔夫球手 这组的两位都很强 就是配合上不够 下一期 接下来10小时比赛结束 所有的管道将被连接在一起 准备上演一场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乐高GBC 好, sorry 好, boys 好, here you go 好, it's down the river pick up pick up drop off here we go, moment of food all collected pick it pick and push come on nearly straight in the mouth come on come on don't worry, it's good, it's good great job guys tee turn oh, straight into it golfing, teed off here we go down the gutters no problem gutters looking good going to get it all in one all gone long round in the first corner okay coming into the city wrecking ball oh, why'd you have to make it so slow wait oh, I feel sick come on come on all right, let's go up and over yes well done yes she's up just needs to get out of the subway these escalators can be notoriously crowded at peak hour and and yes oh good luck, Caleb and Alex here we go straight past the chefs no problems through the mixe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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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come on yummy yes come on, Alex here we go here we go oh, yes here we go we want to see a good travel or we want to see a good can do let's go come on come on you're out here we go come on straight on let's g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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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oh oh will it get across the piano please please go across the piano oh come 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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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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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ing, waiting ladies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just get up there come o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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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 clean run whoo oh, mate, look, absolutely stoked uh wasn't all me just like to thank the contraptions and, you know gravity gravity did its bit ha ha no, n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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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感谢观看